好 回到第二節的後香港小店員網上日記 我們上一節說到就是剛剛已經走到店裡 但我們距離很漫長 但我相信銀牙有多大 其實付出的東西真的有很多 你聽眾很快就會知道是物有所值 是的 這個是真的 所以我覺得太抵人做了那麼多生意 因為要用這麼長時間去給個資訊的客人 簡單來說其實你長期做service 你這個service不是以日數以分鐘去計算 甚至於以月數去計算 我們剛才就說現在的客人進來的店 你怎樣令到他想去租 首先其實要看他有沒有興趣 但他沒有興趣也不會出去看 他不會和你替樓 但如果他看完樓之後 其實你聊天是要很friendly的去聊天 即是你當他是朋友 即是你要做這一行 其實很老實說張心比己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即是作為一個售貨員 但是你起碼要知道 即是要客人的需求 其實他們是對的 即是要等他們給一個offer 其實命中率有多高呢 即是譬如你打電話 即是客人已經走出來跟你看樓 其實都是5050而已 哎呀 我以為他走出來其實機率已經很高 他都隔一隔 但理論上應該已經講了事況行程給他聽 那人們也會做的 其實你也想到別人也想到 即是看各類客人 即是要視乎客人怎樣覺得你 所以為何我們說relationship很重要 就是因為客人要知道你究竟是不是在動他 或是在簽他 他租一些貴的東西 或者買一些貴的東西 那首先你自己當然不要動他 即是很老實說客人會看你的人品是怎樣 即是他們是會看到的 即是你老實說你做得這麼多 這麼大的生意 即是公司這麼大 即是你會看別人的 即是 還有我覺得有一點是 最重要是做這一行是要老實 即是你真的不要簽他 即是你做一次貴的 你簽他做什麼 即是你不是做短線的 即是這些行不是短線 即是你做三個月 我賺到大錢 我做一年賺到大錢 即是不可能的 這是不會成立的 在地產行業來說 即是長期性 還有你要很了解 你做建築的規格 你連最基本的大廈那一層 有多少個廁所 有多少個男女廁所 男女廁所裡面有沒有些什麼 你自己都要看一看 即是 你起碼要了解 你去看過 真身看過一次 那客人 你一去到 你講解到 有這些 這樣 那客人就會 信心大了 對你 所以 看完 雖然都是5050 未必一定中的 有機會 他們會renew 因為他們其實正在用的 他們不一定是出來跟你租 是 他們有這樣的可能 或者需要 但是未必一定的 說不定 最後跟業主 final 談到價錢 逐租是便宜過 在外面租 他又不用再給佣金 那 他們就不會 因為他都會拿到你的information 去跟業主講價 當然啦 其實我們有做另外一部分的 就是 有一個appointment letter 就是負責我們代表他 去跟業主談 即是譬如說 即是 即是 談低價錢多少 有一個 數目 一元 或者兩元 其實這樣 然後再有一個佣金 但是那個是很少很少的 即是都有佣金 但是很少量 即不是 因為那個 只是計算過difference 多少 沒錯 那你總共 逐租三年 那你三年裡面 還有多少個percentage 當然 你的價錢 然後談得越低 可能兩元至三元 那個percentage 當然越來越高 是 而在這一方面 我們就是會做這件事 去keep和客人有這個reliationship 去你知道 或者他會知道 你也是幫他 也不一定叫他搬 你知道大家搬一次是很貴的 是的 很麻煩的確 如果你能夠成功跟他的業主 丟到的 其實對他來說的幫助都很大 是的 但是有些客人 就覺得 你這樣搓一隻腳過來 你是不是想 拿錢 炒惡我 是的 有些客人會有這個心態 所以你要讓客人覺得 其實你真的不是這樣做 是的 我要給你一個安心 去相信你做這一行業 你是專業 還有形象 是的 這個真的是 真的很難 真的很需要長時間去經營 這個是長期抗爭來的 我們俗稱的 是的 真的俗稱是長期抗爭 對的 因為我 現在他這樣說完 我沒有辦法用一個 買些什麼去形容 因為 譬如你說買珠寶 或者買很貴的 Let's say 以前 幾年前 我正在做老鏈的時候 2008年 賣Virtual電話 就是沒有手機 買Virtual電話 佣金是很厲害的 但是Virtual電話 也是不容易的 你想想我用樂機 8250 2000元 後來也不用2000元 但我買了Virtual電話 是一萬元的 即 那個餐價很大 但是我看著同事 都是一天接一天開單 我真的問他 為什麼你可以這樣開單 這個人的DNA很厲害 這個同事是因為賣Virtual電話 買了一層樓 他供了一層樓 我問他為什麼這麼厲害 我都知道他用金很高 是因為 你經常用金這麼高 是因為你那件東西真的難買 別人才值得給你這麼多金錢 如果那件東西是容易買 我為什麼會給你這麼多金錢 這是很常識的 這件事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這樣買到 他跟我說 有一點差不多 他說 暖先生跟我客人說 先跟他建立一個關係 讓他慢慢再跟你買 當然那件產品 當然那件產品 是用太空船去做外殼 跌極都不爛這些 他會覺得 我打算用電話 用一年半 用兩年是壞的 我想要用一部 以後都不會壞的電話 但他就是因為 跟客人有 keep on relationship 所以才令到很多客人 特意回去買Virtual 沒錯 對 最重要的是 他雖然之後 我們出了電話號碼 其實你出了電話號碼之後 其實Virtual 是差不多淘汰的地步 已經去到 但他仍然還保持到一些客人 去幫他買Virtual 最近因為生小朋友 才沒有做 我知道他 Virtual是現在準備出電話號碼 我不知道他出了沒有 因為之前他跟LG合作 還是Prada合作 我不記得了 總之他有合作出電話號碼 但他沒有自己出電話號碼 但現在應該是想進行這件事 就要出電話號碼 沒錯 現在是電話號碼 你沒辦法 你無緣無故自己很帥 按電話號碼 但聽電話號碼 有個Virtual 很奇怪的 這件事的確 所以我覺得你這行都是 即sort of都是這些 你要長期保持著 長期抗爭下去 但真的不會 不知道是不是 突然間我發現自己很急攻近你 其實都 因為我買到很即時 太長了 即是我兩天沒有生意已經 已經牛牛 我兩天賣不到一隻袋 已經是想打銀 我突然發現自己很急攻近你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我們好像很悠閒 即是 你經常不悠閒 你們都沒有工作 你們都是等開單 這是有誤會的 真的會令人 是有誤會的 是有誤會有錯覺的 其實我一開始我都以為是 我未做這一行的時候 我都以為是 如果是甚麼都不用做 但當做了的時候 就覺得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這件事 還有 嘩 如果每個人一看樓 就租就買 那你就發達 那就是 熟了嗎 不是 我試過 我現在是有些客人 其實已經是 維持了三年 都還在維持聯絡 有需要 找東西 去買去租 但是到現在一刻 都還未做生意 嗯 所以其實 三年 一個客人 三年 有到 是 用時間 和心機去經營 還有 你三年 你不會說 丟下了客人 你不知道他一刻 會不會真的去買東西 是啊 他買東西的時候 你沒理由 生活經營走了 現在就是 你還要做 每一天做的 就是令到客人 心裏面 如果想做這件事的時候 第一次就記得你 沒錯 這個就是那個重點 我今天是學了一堂 Cold Call和Kind Telling的課程 我說真的 因為 尤其我做了這麼久的Retail 尤其經過了整個自由行 的Period之後 很多現在開始 我想如果做了三四年的Sales 現在才開始第一回合 正式叫做Drop 生意 如果你現在剛剛才 例如現在年輕人 年輕人 例如現在年輕人 尤其做Luxury Brand 可能 現在才做到第四年的 第三年的Luxy 他是第一轉 經歷低潮的 我Soloft都叫做第一次 但是我當年雷馬兄弟的時候 已經在做Lux 即是在做Lux 所以我當時是知道的 感受到深的 但是 你說 為什麼要做 因為當時就不需要特別好做Cline Telling 都有 但是少了 你叫我客人回來 因為我以前做床單 他買開 其實Soloft都會自然 繼續買 看看他會不會 提供人給你 最多都是傳一下照片 所以其實 的確今天我也聽到你這樣說 我才發現 其實Cline Telling 真的對的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真的 Cline Telling 本身應該是很遠很遠很遠的事 希望就是 目標就是 希望他第一次 一想起 我要買這件產品 我第一件事就想起你 即是現在你務求做的 就是這件事 但是你不會覺得 你從來沒有想過要做第二行 我試過做 海馬公園 記得 海馬公園 海馬公園不計算 海馬公園不用sale 你 海馬公園都要sale 難道 那些叫服務性行業 簡單一點 我記得那時候是不是賣家具 對 買家具 買戶外家具 戶外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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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那些長椅 藤椅 錢抽 沒錯 我不知為什麼 如果是我 已經不會再做 我一定會做些 客人會經常用的東西 因為我的 強悍是 喜歡 跟客人 將產品帶去生活 我常常很喜歡 叫客人 跟產品共存 所以我一定要買一件 因為我是講故事 我這類型的sale 是講故事很厲害的sale 講故事很厲害的sale 講故事很厲害的sale 一定要買很貼近生活的東西 要完全想像到他自己會怎麼用的 所以我是這類型的sale 但你那種就是 你跟他保持很好的關係 你跟他做朋友 這樣去sale 讓他覺得 譬如我租一件事 我好像是 找一個朋友去租 你可不可以押誰 你可不可以幫我 let's say 是這一種 沒錯 這個才是 我們這行長遠的做法 但這個是你自己的做法 還是整個行業的生態 大家都是這樣做 正常整個行業的生態 都是要這樣 我明白你的意思 有些人是不做的 是的 我明白 這個practice 有些人是等問到 他真是天生很好運的 真是 叫吃屎吃穿豆 一走進來就中那些 是有這些 幾千萬過億的物業 是都有的 真是叫吃屎吃穿豆 一走進來 你想一下 吃一次都夠 如果你跳巴仔那些的話 是 你過四十萬 你才會跳到四十幾% 如果你正常只有十多 十幾 幾萬元那些 一跳四十幾 那你就把整個東西放進去 哇 一億 每一邊收足 你二百萬 我收不足也有八幾個 是啊 你起碼 你當二百萬先 齊頭 你起碼收八十至九十萬 放進去 你聽到銀碼 你會很開心 很吸引 但是 不是每個人那麼容易 就說 真的 你一客人就做 有些可能 你一客人 可能試你的agent 是什麼人 是啊 他很有錢 你四個很有錢 我有幾百億 那我可能 我首先買了一個 可能八零二百萬 試了你的agent 是什麼為人 可以 你怎樣做生意 其實我 我預計了錢要買東西 是啊 但是 我想買給誰 我想把東西給誰 是啊 是啊 如果你當你 補回了第一次 service 是好的時候 可能突然我跟他說 我要買五千萬至一億的東西 是有這件事 當然也有 一些很衰的客人 可能買 百零二百萬的物業 以為自己好像在買幾億東西 為什麼每一行都有人是這樣的 尖酸黑薄啊 講些東西很差啊 到你幫他賺了錢的時候 他不會多謝 他不會覺得 他不會多謝你 他覺得自己很幸運 這個樓市升 我賺了錢 也不會多謝你 他幫他做那些東西 你去追他去買 你去催他去買 令到他在這個籠裡有錢賺 他不會懂得想這件事 但反過來 跌了的時候 就一定不會 沒錯 如果在這個時候 你叫他入了貨 他跌的時候 他一定會說 在香港 即是唐人的心態 就會埋怨你 嗯 但如果外國人的心態 就是我自己買的 真的有的 這個是唐人和外國人的分別 是的 外國人是會覺得 這個是我自己心甘情願買回來的 算了 算了 會有升同跌 不會埋怨 是的 我想外 香港 不可以這麼說 你也說得剛剛 那壞人是對老禮這件事都幾 都幾 都幾 他會覺得不老禮 是的 還有如果你幫他買的物業 他覺得你是 即是你這個 代表 是一個 帶給他有這個幸運的人 帶給他有幸運的人 即使升也好 即使物業跌也好 總之幫他在生意上 幫你買完之後 他會有升的 他都會記得你 還有會找回來 即有時都是 但是這一行是說七分運氣三分實力 其實運氣都很重要 但如果是我 七分運氣三分實力 我真的不做 所以他很 我應該怎麼說 你一定很喜歡這一行 因為你問我 我經常深信 不知道 可能我自己做retail 我會覺得 努力就會找到回來 我們也是要努力的 但是你那個努力是 努力都會找到回來 我要用 即是你想想我三成努力 全部都做了 但我還是要等七分運氣 才可以到這個客戶回來 但是當你做 當你做到 即是你的滿足感 當你由五百萬 做個物業 一千萬 然後二千萬 然後五千萬 一億這樣跳上去的時候 你有做到 你那個心裡面的成功 你不要理你那個佣金 你會做到你有成功感 我是有能力做到一單 過億的生意 我是靠我自己去做這單 deal 即是那個滿足感是 其他東西帶不到給你的 嗯 是的 所以就是說 即是這一行 這一行 其實你反過來 你是不能夠 看錢來進去 是啊 沒錯 你不要想要發達進去 不要想要發達 你可以想發達 你可以想發達 在這一行是可以發達 但是 你有沒有見過那些top sales 都是發達的 有 有大把 是拿幾個物業收租 很多人是做地產 是賺到錢 現在收租 但是這些人 起碼是做了十年 或以上 才會有 而且 很老實講 他自己都要投資有道 他最懂得看 他懂得看 他懂得看 不是的 我們本身做A商 都不知道浪是升還是跌 沒有人懂得看 其實個個都說浪是跌 跌多少呢 不知道 我們都不知道 跌多少之後再到升 會是一路持續跌下去 跌到內 可能跌了五成才升 還是跌三成 之後平穩去 還是再升 還是再插 沒有人知道 不正常的 因為特別是香港現在這麼看 內地 李克強也回答你不到 沒錯 他都回答你不到 他今年的經濟 下年怎麼樣 沒錯 他都預計自己是6.5到7%的GDP 可能 但只剩下6%也不定 6%給他多 真的會 我不知道 我自己的心態 是覺得6%真的會給他 其實 但我的意思就是 會不會有些 因為歷史中見客 紀律低 會少些澳客出現 不會有些很麻煩 不是的有的 現在有很多大陸公司 一來就很厲害 有很多大陸公司 你會見到很多大陸客 是啊 他們譬如 當是他們要找地方租 或者租出 其實他們認識那個方法 和香港做的方法 其實會不會很不同 其實他們都知道玩法是怎樣 在香港租的 但是他們很搞笑的 大陸有一樣東西 租得寫字裡 一定要有蟹賤 一定要有海景 沒有海景是不行的 沒有海景是會死的 是啊 真的很有趣 是甚麼賤 即是小辣境都要嗎 不是 一定要是整個玻璃牆 都要望到海 但是蟹賤 有塊落地玻璃 但是錢沒問題 不是 都介意 又要便宜 又要漂亮 又要有海景 但是當然也都有 先生你的命格是不適合有海景的 不是 也有些大陸人是OK的 總之他價錢 不管他租到他心目中的東西 可能租甚至兩萬呎 但是他的老闆房可能大到 可能四五千呎 但是其實擺了一張大班桌 然後看著全海景 後面擺幾個古董 然後其餘全部外面 那些員工 那些員工 可能外面只有幾百人 或幾十人 在外面 可能一個同事隔一個同事 是很遠的 都會有 即是我們可能走到 會 對 他不會會 一定要打電話 才可以call到同事的內線 所以是 即是他們有不同 但是大陸會不會很相信風水一定要向 要 他們一定要找風水師看 一定有的 我還擔心你要推薦他的時候 你要向南 你需要應付風水師嗎 有時候風水師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會的會出事的 這些價量 明明其實已經是 很多人說風水師風什麼的水 老實說 他要證明自己存在價值的時候 然後 明明他就要做租那裏 即是那裏是適合他的 大家互相賺錢 即是這個世界是互相賺錢 你不要搞那麽多東西出來 叫他不要租這裏 明明最終看完 突然間有個風水師 說你不要租這裏 這裏也不適合你 即是 就是這樣 什麼事 你是不是在玩東西 又要再看歌 我不是我的新生境 我的同事已經 阿媽阿蟑螂趕出來 當然 然後之後 那裏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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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情況 你看幾個風水網 很多人在後面 詛咒你全家 那裏真的看幾個風水網 對阿 即是扔鑼尖 就是要扔鑼尖 就是要扔鑼尖 有沒有找他聊天 沒有的 不會的 直接扔鑼尖 直接扔鑼尖 是自己 直接由老闆去找 那是 那個風水師不出名 我不知道出不出名 真的要扔鑼尖 在他面前 扔斷鑼尖 所以是 封你的水 有不同的東西 你知道 唐人比較迷信 是 但其實 迷信和迷信 你可以找一些風水擺設去 某些位置 我覺得是那個風水師的人格的問題 其實你明知道他都想租這裏 你最多跟他說 其實都可以的 你這個位置放這些 他一定會給你錢 你都是想賺錢 不是 其實你叫人租過第二度的時候 人家又會覺得 這個人不對 可能看了十幾二十個已經叫少的了 少的本數 你又要再看完之後 再回來 之後又要找裝修師傅上去看 可能同一個單位 可能看了整三次四次 之後 突然現在final 可能已經看了整個月了 反而有個風水師 一句扔鑼尖 不要喜歡這裏 這裏不適合你 風水不好 你怎麼擺都沒有 然後之後 就 拔掉個個個 是啊 對啊 那就是 出事了 真的要馬克羅姦 馬克羅姦也不行 真的 我發誓一下 會亮光燈 有些同事說到 媽媽的蟹 媽媽的蟹 真的 不是啊 這件事 不過說起 唐人真的不相信 我聽聞有一間公司請人 香港請人 香港請人 他會看那個人的八字 他不會叫你給他 但你會寫出新年月日 他會看了才叫你去見 是啊 有 我舊公司也是 有些新肖不請的 是嗎 新肖就是整年人 這樣殺 是不會請的 說明 那你自己的名字都頗不包容 我們沒有 好像沒有生肖歧視 真的 不平等條約 那些防止歧視 條例 好像沒有說新潮 所以這件事很有趣 很奇怪 我覺得有些現象 除了這些 還有些什麼 會不會有些 我們有時看電視都很流行 譬如說有些人看樓 又會說 有些會不同格價位 那些會說哪個代表便宜給我 你也便宜給我 會不會有這些 當然也會有這些人 通常出現在買賣方面 買賣方面 不過B對B是比較少 因為他預算了一個預算 租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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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因為說到佣金方面 就 個個都是這樣 有誰想給得多錢 你這樣找得你 好像做裝修 要收美期 那一件事很可憐 收美期不會慘 基本上 我做這麼多生意 你做千萬萬合約的時候 你是有佣金 那會有八字黑字寫著 但是在你談過terms的時候 就有時間搞了 對 terms也不難有 那些佣金 佣金 佣金其實很簡單 在內內都有幾款 要是收足 要是ABC餐完 要是收不足 要是比少一些 要是折頭 有多少折頭 佣金其實不大難事 最重要 有 最重要 最重要 那客人妥協 總之他OK的 有些客人覺得 你幫我做到這個價錢 我給你足夠 不問一下 對 但是我覺得有些客人 你做不到那個價錢 你幫我做到五千元赤 做不到的我就不買 嗯 是講明的 那有些是直接說 加我也不會加 一個崩我也不會加的了 有些業主是一個崩也不會減的 是 那你這樣真是頭陷頭 是啊 不過他對他自己不著數 你自己屈死你自己 不是啊 他覺得我的物業在升值 當你的市升的時候 他就覺得我的物業很值錢 對啊 反過來 有些 就算你現在這個市況 其實你的寫字樓 特別他做寫字樓 我想很多都覺得寫字樓 其實沒有啊 寫字樓下去都是這樣的 沒有什麼大分別 是啊 不是很受那些市影響 是啊 我想過寫字樓的Liasing 應該不是很受你整個Market的影響 不太受的 最輕微 因為香港之前都還在說 寫字樓是公不應求 特別你的蟹賤 現在也是 你的蟹賤 蟹賤 蟹賤的那些 那會不會被高一點 如果它是蟹賤的話 就是它會願意多花一點錢 因為它是為了蟹賤 他就說要是蟹賤 要是不租 那也不會 它最多選一些便宜一點的地方 就是Location沒有那麼好 但也看到海的地方去租 那也好 即是遠一點 那個蟹比較遠 可能由金鐘搬去上環 甚至是不再遠一點 你去淺水灣開吧 自己 我都沒有隔吸者知道 那它沒有所謂 它是遠一點 蟹賤 在沙灘辦公 其實在沙灘中間那個 那個救生員 那個叫什麼 救生員旁邊的那裡開就行 那行 那行 Jo都不用被 海浪的聲音都聽到 你見一下我一會兒 聽到嗎 聽到 Hai Kudusinien 是不是 Hai Kudusinien 很難 不好意思 真的太難 我都不明白海景要做什麼 沒有 他們可能一輩子都沒有見過海 那些人是內陸城市的 那些人是內陸城市的 那些人是內陸城市 我在成都過到來 當然要租一個海景的 我們 是不是 那有沒有說那些 那些老禮的東西 就是我要那個尺數不要四字頭 沒有沒有 那些人是少一點 陳數 陳數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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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 但是當你沒有選擇的時候 是不是會便宜一點的 如果那些層數 都不會 不過鬼佬都是怎麼做的 人多啦 那些14那些 你可能鬼佬會不會13那些 會便宜一點 沒有 不會 很少的 你大公司 特別鬼佬去得香港開辦公室 那些都不會被這些影響的 對 除非都說要租 還有一租租過六十幾層樓高的 IFC那些 哦 那就好 對 六十幾層樓高 都沒有14 24 34 去到514 64 其實他們都自己會調整 不過我真的那時候見過 在那個尖沙咀 北京道一號 我那一層真的去見公 我真的看見他那個 其實我一直都知道很多寫字樓 甲級寫字樓 我也是那次第一寫字樓 他的辦公室是橫 打圈 一層樓 我真的才知道什麼叫三面橫海 幾乎 幾邊都見到海 但是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如果我在那裏工作 真的不會捨得拉窗簾 對 不會的 我現在那裏都看得到 真的不捨 整個寫字樓都看得到 因為我看到中環Jardine House 上面那裏 即是我日去見公 簽約的時候 哇 我在那裏工作 真的不會 我看到有人關窗簾 我心想怎會關窗簾 死都不關 因為裡面 它又不會很光 那些又不會西斜 你那個位置 哇 超不想關窗簾 那根本就 除非你想睡覺 睡著覺 看得多其實都沒有什麼 都是一個普通的景 你每天看下去都一樣 因為我自己是 我以前做 我以前公司 它賣衣服那一層 是看到外面王后像廣場的 沙面橫著的 我又很喜歡那一層 我真的很喜歡看到一條街 我做的公司 不知為什麼 我覺得很心亢神疑 可能你對著客人 很屈死在裡面的時候 你看著這條街 你很開心 我覺得 有些人走來走去 不知道 可能會覺得 有些傻仔在走去 哈哈哈哈 因為我很喜歡看打風的 我以前 我找公司 即這樣隔開 我以前公司 地下 要做Gritter 站在那裡 以前沒有裝修的 我公司 就對著皇后像 對著這邊的皇后像 廣場的公園那裡 就打開門的 那 打風也很搞笑的 你會看到那些人 因為那個位置 你會看著那些人過馬路 即是你看著那些人 一聲 那一塊車翻了 很壞 會被觀眾罵 即是 一聲 那些車翻了 又一聲 然後那些 又落雨 整濕了 就好像 你看那些新聞 不是說 爆好風球 有些紙滾來滾去 整個垃圾桶飛了出去 你經常都看到這些 但當然你心裡面會很害怕 因為我們另一邊 是整塊玻璃 我想說 如果對面那些垃圾桶飛過來的話 應該會爆玻璃 應該會 然後又試過 又是覺得 未裝修 又在那個位置 站著一桌 八號風球 大家都準備走了 因為八號風球 你不可以留在公司 你一定要走 打開門 整道門 一聲 好像吸回你 我們打開門 被他駭進來避雨 因為見他很慘 因為那個位置 撞回門進來 是呀 他剛在那裡 整道玻璃門推出去 我真的有點害怕 我心想他爆玻璃門 應該要閃開 還有他每次一開門 我都全身濕透了 我站在裡面室內 但我開門也濕透了 還跟他說 會不會被遮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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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門也濕透了 那位是怕風忌水的 冬天一打開門 差幾度 我送客出去 有時候你很開心 我客人買了很多東西 你送客出去 一打開門 其實真的濕透了 他不冷的 他穿捉衣服 你知道客人在門口 又跟你說了幾句 Alice 下次過來找你 是呀 是呀 你心裏震的嗎 有人頂了快點 很冷的 然後有時真的逼不得已 有時還要送客人上車 你不會再次穿衣服 難道跟別人拿著 穿鱷魚皮 他說要穿衣服 沒有理由賣多少錢都好 你都要送他出去 一送他出去 很快點 他還要上車 上到車 他還跟你說 哎呀 下次呢 不不不不不 可以了 知道了 然後他一砰一聲 關了門之後 你衝回 直接跑著 回到公司 好冷 好冷 差幾度 不過現在開了另一邊門 就沒有那麼深 那個感覺 嗯 還有直是看車子走來走去 不會熱而不開心 看不到那些人走來走去 有些人被風吹過 還有以前CCTVB的新聞 全部都在外面報的 我們看著那些外面報的新聞 他最流行說 最近這個經濟環境 或者市場開放 或者以前他還沒搬的 還沒門常開 立法會呢 今年呢 就會通過什麼時候 就在那裡報的了 哦 我們整個天看著 這個主播很棒 或者呢 那些CCTVB的劇情呢 最流行的什麼 OL分手情節 那些人 是在我們公司門口出現的 是啊 我們見過很多CCTVB的藝人在外面 我們還沒見到 木村師輩 其實很多都見到了 沒有啦 木村師輩 誰叫木村師輩 我們只是沒見到他 蔡思達 或者 蔡思達也可以 是啊 都很棒 我們那位很棒 木村師輩 蔡思達知道吧 是啊 知道知道知道 蔡思達 你很厲害 原來你是達哥那邊的 我們說回來 這些東西 去你去 哈哈哈哈 我只看到這個 去到盡 哈哈哈哈 爆了咪 爆了咪 最後錢不爆咪 我們都 應該這麼說 很老實說我會感受到 真是 很不容易做這行做Service 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是更高的層次 在我心中 這個再高層次 不是買一買的 即是你打算買東西 來兩三次 叫一下他 或者是 是啊 你買到他 你試試來兩三次都不買 已經被同事咀咒致死了 是啊 你猜不到這個世界 有得要看二三十次 是啊 我現在才發現是這樣 不過我真心覺得 如果賺到佣金 你真是值 因為用了那麼多時間 真的精力 問一下 如果你譬如一年左右 那些同事大概 真的 平均做到多少個單 即是真的閉嘴到的 做到的 真的不定 你看看有大有小的 小的可能會比較多 不知道 看一年達不達標 即是可能我們有個目標 一年跑 即是我的Title是跑 可能八四百五萬 可能再高級一點 可能跑二百萬 其實基本上 我想做得久的那些都是達標的 即是撕到目標有多的 因為公司都會跟那個市況來定 還是怎樣 不會 跟Title去定 應該有點像保險那些 保險其實沒有 保險沒有 其實沒有 保險沒有 保險貿場上 都是多路多德 是的 還有 你會有升職 即是可能會升職 做Team Leader 是的 題外話 我弟弟其實是做保險的 所以我知道 他們的制度是怎樣行 保險也是另一件事 保險我也很想請一個嘉賓上來 因為 我經常在Facebook見到 那些保險從業員 他們 年薪過百 然後 Million Roundtable 是的 Roundtable 最經常看到的 Roundtable 因為 Roundtable很簡單 就是你夠一百萬 即是你那一年有一百萬人工 就是百萬元出會 就是這麼簡單 基本上 我看到他們很開心的 他們 經常都好像拿獎 是的 他們會不停地頒獎 譬如每個季 或者哪個 有個最佳進步 很多個個案 他們很流行 頒獎典禮 即是哪個最多卡 好啦 我決定找一個 是做保險的回來 是的 應該不難的 我們 你認識的人 應該怎樣也有一個 當然有一個在做 不是 我又差的 我很多時候 你下降了別人 每次都 好啦 我不可以這樣說 但是 不是 正常的 我覺得 很多人不會誤解了保險 這個行為 以前其實是很多 有騙人的成份 很多人說 拿完錢之後 幫你買保險 然後走出去 或者幫你買一份 不符你所需要的保險 但是我覺得 現在的 為什麼會有 有這麼多成功的例子 賺很多錢 是的 因為有些人 是真的擺了個心去做 譬如可能 每家公司 可能要買勞保 每天車是買車保 或者人 可能有人受保 你是買對客人的需要 想要的東西 而受到保 即是發生了事 受到保了 可能一全十全白 你所需要的 就是這樣的人面 它是真的幫個人 去幫你的客戶 去做需要的東西 現在 譬如可能 還有少部分 也不是做這件事 純粹是做保險 它的佣金制度高 但是我覺得 即是 即是 要做下去 也是 也不是說 你做一兩年 可以賺大錢 那些 而是你需要長時間 去經營 去幫客人 你再幫你傳出去 說不是 即是好像醫療層實說 我也不怕說 我是沒有買任何的保險 除了去旅行買旅遊保 之外 或者車 要買車保 你這麼近也不買 不會 因為 你在旁邊在家簽約 不會 因為我覺得 其實現在身邊的人都跟我說 是有需要買保險的 即是可能醫療保 或者其他 但是 在於我來說 我覺得 即是 我問心說 我還是不相信保險這件事 為甚麼 不知道 心得意願 其實是 你自己可以權衡 即是我沒有的風險 譬如 我決定不買 就是我會take a risk 是的 即是我要對自己的健康負責 我要很小心的 沒錯 不要亂生病 也很小心 那這個心態是OK的 即是不要亂生傷 我明白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即是 我純粹買保險 是因為 我對我的運也有信心 我相信 是不會突然花盆掉下來 打死我的 嘩 認真的 認真的 這件事是會有發生 是真的 有些可能很突發事故 因為其實 我爸爸有個朋友 其實他原本是一個 即是 政府的公務員 是的 但是突然之間 有一天 真的樓上跌了花盆下來 原本是沒有事的 嗯 那他以為沒有事 他沒有去醫院 都沒有去 跌了花盆 沒有流血 沒有流血 沒有性 然後暈一暈 坐下來 以為自己沒事 怎知道過了半天 晚上的時候 突然之間全身抽損 然後之後怎知道 到最後有個瘀血 然後之後 人是坦了 是啊 即是 我順帶提一句 如果萬一真的有發生任何的意外 即是 即是要去檢查 即是掉花盆成 一定要去醫院 檢查清楚 是啊 不過掉花盆 真的要去檢查 即是他沒有出血 沒有性 不覺 因為有時候人覺得 可能沒事 即是會覺得了 沒事 是啊 都會驗了自己去 是啊 其實 即是 萬一你可能 即是 tout through 講句 有任何意義 可能輕輕被車撞傷 或者 有些可能 突發性的意外 但現在是沒有出血 或者覺得沒事 都要檢查 所以其實我覺得保險 其實是有這件事 就是意外保險 是有保這件事的 即是可能突發性事故 或者醫療保 可能 即是你住院 我真心覺得idea是對的 即是我沒有想 即是對的 就是如果我不去買保險 我願意take a risk 即是證明我會去 為自己的健康 為自己的生命負責 即是我覺得是OK 因為現在這樣 我調回到concept 其實我程度上 我買保險 甚至一個不負責的想法就是 又不買 即是有少少少 我不是叫做很多 即是你覺得 我都是比較黑的 即是有什麼壞事 都在我身上 都是買的才好 即是可以這樣 其實在一個保險員的角度來講 他們會覺得 你是不應該 take this risk 即是他們的角度來講 即是希望你不需要 take this risk 即使有這個機會出現 你都會有保障 沒錯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等於你買樓 你買了樓 你買樓 你買樓 你要供二十年 三十年 那最常見的情況就是 會有人跟你說一句 你如果有什麼事 那層樓誰供呢 是啊 所以你可能有一個需要買保險 因為一筆保險金 可能可以支付到你層樓的價錢 這樣就是去做一個 對沖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當你買了物業的時候 你會為層樓負責任 是啊 因為你其實是需要買水險和火險 即是題外話 給大家知道 有些客人不知道 即是可能你一炮過買氣 其實你沒有銀行工的話 即是有銀行工的話 銀行會幫你買水險和火險 是啊 但你一炮過買氣的時候 你是沒有這件事 其實你要自己買家居保險 或者買一些保險 但是銀行 因為銀行工的時候 銀行會加上那塊錢 沒錯 因為它會保障自己 萬一你真的會發生負責任 其實銀行做個按揭給你 是會半強制性 強制 它根本不是半強制 它根本一定要你做 沒錯 即是它們會有這件事 萬一touch roof 你家居突然火燭 因為 它可以由保險裡 Camp所有的價錢 還有 你不單是你自己的家屋 譬如你火燭你的家屋 那是你火險水險 是跟別人的事 你燒到別人有個第三者責任 是的 你燒到別人也有第三者責任 你是要賠償給別人 譬如噴水 救你的家屋 救火的時候 整個家屋被你噴到濕了 很慘 其實你是有責任 要去支付裝修費 你真是對的 是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保險 如果你個人 你相信那個保險從業員 他是真是真心去付出 為了保險從業員 去做一個長期的事 其實這件事是一件很好的事 我覺得 為什麼我們買車 有第三者保險 萬一你真的touch roof 撞到人 你是真的要靠保險去 去承擔的 去承擔的 是啊 那你是 基本上你撞到別人 譬如日後的善養費 可能本身不遂坦悶 幾百萬 甚至乎幾千萬 你是一個人正常 你怎麼賺幾千萬 你不是一個生意人 或者你不是一個老闆 你基本上一千幾千萬 是很難賺的 當然 有這件事的保障 我覺得保險是有它的用處 和有它的好處 但是你要找一個正確的人去買 其實都是做樓宇 買買一樣 買一樣 都是一個relationship 和那個人是有心去做 那個人是否想長做 那你們都有 其實你們自己反過來 會不會有雙熟的 做這方面保險的 我自己就沒有 其他就不知道會不會 但是會有朋友 幫客人買東西 那個客人是做老闆 他們有用的 會介紹給我們 我們可能會問他 都是朋友的連帶關係 去做 而認識多了 反而調到公司方面 譬如沒有說 跟哪一間做合作 也有 都會跟大保險公司去做 當然是公司買 不是我們自己 那就有不同的方向 他們賣的方法 這個真是 我今天可以 這個真心的 今天真的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這個不是假的 這個 這個 什麼有假的嗎 你不是說什麼假的 你自己說 講這些 對著客人說 我覺得你真的很瘦 那些 明白的 就是客人說 我好像穿不下中尺 你穿中尺嗎 我平時以為你穿小尺 明明你要穿大脈 你穿小尺 通常就是 買衣服的時候 很流行的 我覺得 我應該穿大尺 我拿個小尺 給你 是很真誠的 這個樣子 想打巴 你 想丟我羅姦 就是這些 對的 也想找個風水師 來訪問一下 真心 風水師 很難的 對的 不過有點難的 不要緊 努力一下 努力發掘一下 我們發掘一下 有沒有新進的風水師 可以 可以讓我們訪問一下 新進風水師 希望我們下次可以找到一個保險從業員 來做我們的嘉賓 我要再說一次 真的很佩服 這行真的很不容易 希望你每一年的報數 說的是幾個月幾年 對的 真心不容易 我希望聽眾們聽到這集 不要覺得我自己很難做生意 其實我已經做生意很容易 突然發現 原來世界上 真的比我更難做生意的人 真的很多 我們佩服這些地產的從業員 我們下集再講 希望再找多些不同行業的人 來講一下怎樣做Service 我們今集再見 拜拜